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贴近历史 张继中带着团队苦心钻研古籍据点 四处访问专家学者 由于没有一部完整的文献公旗参考 除了当中人物的姓名之外 其他都要尤其亲自撰写 原来最早的时候要追溯起来的 最早的时候有一部小说叫《炎黄大帝》 是一位莽元先生送给我 然后他一直弃而不舍地希望我来拍这个 后来我们在看了这个小说以后 基本上我们选择了小说当中的一些人物的名字 情节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 因为小说的风格和我们所追求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后来就不太一样 名字还是有一些人物的名字有一些 可尽管说张继中一直在尊重原著 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但还是有不少观众认为 张继中笔下的人物于小说当中还是有点冒合神离 对此张继中可不这么认为 一连用了多个反问来否定这一说法 而说到张继中笔下人物 从笑江湖到闭血界 在自己制作的电视剧中客传一个角色 似乎已经成了张大胡子的一大爱好 每次谈起这事他都会笑言 节约演员成本 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我准备出演福西大地 一点点戏 造型上跟我差不太多 优酷全娱乐周新北京报道 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 汗别十载荣光依旧 敬请关注优酷全娱乐四一特别节目 共同怀念一代巨星张国荣 你是真正的国荣